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样 朱广泉以新闻主播的身份同样能够圈粉无数 朱广泉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 2011年起 担任综合资讯类节目共同关注主播 央视网曾评价朱广泉 朱广泉具有清新 明快的播报风格 他深受观众的喜爱 朱广泉在共同关注节目中 于手与主播一道位观众们提供了及时且丰富的新闻 不过网友对朱广泉认为喜爱的生认还是转秀 朱广泉长长一本正经 自证腔圆的讲传子 让其他综艺节目的传子手组织人望尘莫及 下面节选几端朱广泉曾在新闻上说过的传子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冲起 我们不休息 风里云里节日里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 没有四季 只有两季 你看就是旺季 你换台就是淡季 别问我为什么不笑 一本正经不倒 这是电视人的欣赏 不是段子搞笑 所以你要知道 没哭就值得骄傲 八百球员奔北过 前锋并排北边跑 后卫怕把前锋碰 前锋专找后卫的脚 解说 2018世界杯 朱广泉也被网友调侃 违背央视耽误的断手 昨天朱广泉又在节目中说段子了 同样是一本正经不搞笑的风格 把观众逗乐的同时 网友也感慨 手语主持人 会不会很讨厌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朱广泉昨天说 可是什么段子 昨天朱广泉在播高温天气 时新闻 使用四大明柱来调侃高温天气颜色 前段时间的高温天气 让人出汤门都觉得后悔 连四大明柱都被连累 朱提哥道出了原为 滚滚长江市开水 浪花淘尽只烫嘴 说走咱就走 刚卖两路就烤成了活腿 就算一个是浪卷仙坊 也晒得你绽放不了花锐 只能感温路再何方 因为热得根本找不着味 但是也不用过于气馁 历秋那部分地区的气温正慢慢步入正轨 是不是觉得听朱广泉的新闻桌报 就像是在听单口相上 轻松愉快 同时还能会声一笑 联听新闻也成了享受 有种爱上央视新闻的冲动 不过网上很多网友都在调侃朱广泉 有没有考虑过手语主持的感受 网友这么一说 似乎还挺有道理的 毕竟朱广泉说得太顺嘴 手语老师要跟上却确实十分辛苦 共同关注手语主播渔航曾在开门大吉 做手语主持非常辛苦 一趟节目要做上千个手势 对你个马提问 如果不像像朱广泉这样天天的 不离口的主播时怎么办 还被调侃 会尽量避开他值班的时候 渔航表示会尽量用专业能力配合口语主播 在共同关注中 渔航的手语主持同样精彩 手指参飞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非常有感染力 我国有着两千多万人 吹在听力或语言障碍